第26到30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女士 格力在过去的五年中 无论在哪方面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你个人最称许的是什么方面 对格力最看重的成绩又是什么 我最看重的当然是创新 以前我们没有掌握核心技术 只能买别人的压缩机和电容器 所以很难真正实现对消费者的负责 可现在不一样了 格力通过自主创新在空调领域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 技术问题上我们可以参与探讨研究 可以说从产品生产到企业文化 格力完成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我们实实在在地实现了转型 您的意思是格力的成长基因就是创新 那对于格力的创新文化又该怎么理解呢 近些年来创新一直是我们不变的话题 可是对于如何真正实现创新 大家的理解其实还不够深刻 过去我们的重点放在规模和出口量上 可这中间并没有多少含金量 于是在这五年来 我们在制定战略时意识到 格力空调虽然已处在世界领先地位 但绝对不能固步自封 而是要不断地开发更好的技术和产品 现在格力空调有16项国际领先的技术 它的价值就在于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你曾经提出格力要进行多元化转型 这一年来转型进行得如何 还面临哪些挑战 永远不能停下的就是挑战 不光要挑战他人 更要挑战自我 不断地进行突破 因此格力也进军了模具行业 智能装备行业 众所周知 做智能装备的挑战性极大 所以我们更需要学习 需要注重和其他企业互通有无 我认为这是一个国际化企业 必不可少的一步 格力要做到创新 一定离不开创新型人才 在你看来 企业该如何留住和培育人才 留住人才方面 我觉得除了加薪 每一个项目的发展成果 都应该和员工一起分享 同时和追求技术的进步一样 企业的文化建设也要不断加强 创新动力和创新文化 是一个企业发展所不可缺少的 除此之外 我们应该努力营造一个 健康公平的发展环境 为更多年轻人提供施展才华的平台 只有这样才能算是 对人才最好的培养和保护 26. 关于格力的转型 可以知道什么? 27. 文中提到的 固步自封最可能是什么意思? 28. 在女的看来 格力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29. 关于如何留住人才 下列哪项不是女的的观点? 30. 根据对话 下列哪项正确 31. 四肢 看下来 逝离再继续看下来 大优优独播剧场——出品 3. 农独播剧场——出品 大优独播剧场——出品 小 Ahmad 突然隙 这次吓了 10分不停